在平安夜香港湾仔突然有钞票散布在马路上 有司机和路人冲出马路来捡钱 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一辆借款车的钱箱 调出车外共损失1500多万港币 呼吁捡货钞票的市民将钱交还给警方 否则可能犯上盗窃罪 我们看从网上的图片看到钞票是散落一地 据报当时有十几人冲出马路捡钱 有司机路过之后报警 警员到现场发现三个塑胶箱里面放满了500元钞票 而借款车已经离开了现场 持长枪以及身穿B弹衣的警员和爆炸品处理组在场戒备 借款车所属的保安公司表示尚未清点损失 下午一点多警方接获报案 湾仔告示打道出现大量钞票 初步怀疑是有借款车经过十钱箱掉下马路